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 太上皇一定是皇帝的父亲吗 二 太上皇一定是健在的人吗 三 太上皇和太上皇帝有什么区别 OK 时间到了 想出来了吗 你确定吗 揭晓答案 关于太上皇的误区第一个问题 太上皇一定是皇帝的父亲吗 印象中好像是嘉庆的爸爸浅龙 宋皇宗的爸爸宋孝宗 唐玄宗的父亲唐瑞宗实际上不一定 比如领渊宫战大兴城 立阳为帝 姚尊相诸的阳广为太上皇 阳帝和宫帝 是爷孙关系 在如土木宝之变后 明代宗族七月登记 他尊被瓦剌俘的各个民营宗为太上皇 由此可见 太上皇和皇帝会必是父子 也可以是其他关系 第二个问题 太上皇一定健在吗 死去的人可不可以封为太上皇 虽然案例不多 但也是可以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就不是生前获得这份殊荣 他是嬴政的父亲 庄襄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自称始皇帝 同时追封父亲为太上皇 因此 太上皇不一定要健在 宁寿公 乾隆计划退位后的住所第三个问题 太上皇和太上皇第一字之差 到底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有权力的 管事的 而前者是没有权力的 清贤的 刘康登记后 封他的爸爸太公为太上皇 很明显 这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尊号 没有实权可言 赵构建立南宋后 姚孙宋徽宗为太上皇 赵极都被金兵抓起来了 哪里谈得上什么治国理政 但是 有时候没有权力的太上皇 也被尊为太上皇帝 这是一种不规范的用法 人家原来有权的 现在叫太上皇 一听就是个没权的 难免失落 所以 叫太上皇帝 好听点 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抵制时代 一般没有皇帝愿意当太上皇 这是很正常的 一个统治者 要他主动放弃权力 从台上走下来 多么艰难的事情 换你 你愿意吗 所以 当太上皇的人 往往是出于无奈 权力丧失了 不情不愿的安居二线 享受退休生活 唐昭祖李渊就是太上皇们的一位 武得九年 由于选武门之辩 李渊失去了两个儿子 十个孙子 还失去了手中的权力 退休后 年过花甲的老礼 晚年过得咋呀 让我们瞧瞧 对流连鱼花丛之中 首先 我们谈谈李渊 退休后的后宫生活 虽然记载不多 但依然可以看出李渊 在这方面还是很勤奋 很用心的 因为他都六十多岁了 小孩仍然在不停地出生 而且生母往往不是同一个人 说明太上皇下太后 依旧流连鱼花丛之中 高祖的最后一个儿子 是藤王格格捕李渊英 他的出生时间未真冠四年 这时 李渊已经六十五岁了 可谓老当义壮 老儿迷奸 翻看史料 发现李渊皇子的出生年份 有明显的时间段分布 前五个儿子 从李建成到李志云 都出生于仁寿四年之前 然后十五年没有生过儿子 等到当了皇帝 突然又开始了生育 十二年的时间 添了十七个儿子 五六十岁的人了 还有这本事 就像康熙 道光一样 宇文昭仪 杨田 鲁才仁 刘宝林 崔田 刘洁瑜 除了嫔妃 李渊宫廷的宫女也特别多 真冠二年 局部地区发生旱灾 中书世人李百要赏书朝廷 往年虽出工人 契闻太上皇宫及夜亭工人 无用者尚多 岂为须费一时 且阴气欲击 异足致汉 宫女太多了 没什么用 还浪费粮食 再说阴柔之气聚集 最终酿成了旱灾 李世民就下令释放宫女 一下子少了三千多人 因此 从真冠元年到真冠四年 长安皇宫戏 顺不断 刚刚李世民的皇子或者公主出生了 过不了多久 又传来李渊的儿子或者女儿出世了 叔叔和侄子差不多大 都熬熬待补 但辈分却差了整整一代 由于李世民已经登基的缘故 这些武德 真冠年间出生的弟弟 自然是无法继承皇位的 他们大部分会被封为王 享受一定的经济待遇 然后跑到地方做个刺史 都如什么的 美国一段时间会换个地方干活 怕你待久了有了根基 对中央不利 去世后 没有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灵九可以运回关中 陪葬于地灵附近 目前高祖灵寝发掘的陪葬墓 有国王李凤的 他是李渊的第十五个儿子 生于武德四年 足于上元元年 享受52岁 李凤墓壁画搬家 避暑的幕后玄机 以前看李治的传记 开篇部分写 李治出生于真冠二年的东宫 怎么会是东宫 东宫不是太子住的地方吗 都真惯年间了 李世民还住东宫 之所以 这样 是因为皇帝住的太极宫 依然被李渊占着 李世民尽管当上了皇帝 也只好继续在东宫待着 有实权的人住更差的地方 没有实权的人睡更好的地方 李世民当然不乐意了 一国之君 在东宫处理政务 名不正 言不顺 不行 必须让老爹挪窝 把李渊安置 在哪里比较好呢 住东宫 不可以的 长孙皇后的儿子李承贤 已经被立为太子 他才是东宫的主人 你让太上皇借宿 在孙子的宫殿里 怎么行 这样吧 李渊却住昔日的秦王府 也就是太安宫 反正太安宫没人住了 空招也是空着 无奈之下 64岁的李渊搬出了太极宫 来到了李世民当王爷时的住所 他心里的落差肯定很大 从五星级总统套房 搬到了三星级亲王间 居住条件 服务设施 将了好几个当次 俗话说 城王败寇 李渊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监察御是马周看不下去了 尚书李世民 太安宫乃在宫城 执悉 制度比于陈居 尚未卑小 于四方是听 有所不足 宜增修高大 已是中外之望 太安宫面积太小了 李渊好歹是您的父亲 是不是应该扩建一下 大明宫选武殿遗址此外 令马周不满的事情 还有真冠六年的避暑 当时李世民患有契机 每到夏天就非常难受 决定到九成宫避暑 九成宫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宝基市 始建于隋文帝开黄年间 最初叫仁寿宫 后来改为九成宫 彻底青山绿水 梁爽一人 是躲避入属的好去处 为了减轻契机带来的痛苦 李世民带领大队人马 移驾九成宫 那李渊呢 在长安待着呗 好好沐浴郊阳 儿子开开心心避暑去了 把老父亲留在烈日下 实在是说不过去 又微笑道 身为皇帝 要为天下臣民起表率作用 马周就劝李世民 不要去九成宫 你也在长安待着 太上皇年纪大了 还应该早晚陪他吃饭 李世民根本不听 还是一个人去九成宫 不但上李渊 后来唐太宗 有没有带太上皇帝书 给他修宫殿呀 有的 但是在老父病重的时候 李渊正躺在床上 有一天没一天了 使者突然传来消息 太上皇 皇帝邀请您去九成宫避暑 李渊听后非常不满 我都病成这样了 还怎么去九成宫 潺弱的身体 哪里受到了路途上的颠簸 诚心的是吧 而且人寿四年 隋文帝阳间就驾崩在九成宫 他是开国皇帝 李渊也是开国皇帝 身体好的时候不叫他去 现在快不行了 让他重走隋文帝的老路 这不是咒他早点死吗 冬日的大明宫遗址公园 新宫殿的位置也已经定好 正在施宫 名字叫永南宫 可前面的事情如出一辙 也是在李渊病重的时候 才开始修的 等到太上皇驾崩了 永安宫还没建好 李世民说算了吧 太上皇都死了 宫殿修起来也是浪费 直接烂尾 二十多年后 唐高宗在原址 基础上修建大明宫 此后大明宫成为唐帝国的核心区域 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 有一座大明宫遗址公园 其中大部分地区都是免费开放的 曾经辉煌宏伟的亭台楼阁 如今只剩下一处处荒凉寂寥的遗址 岁月在指尖走过 不知不觉 就是一千三百多年 大明宫的正北是玄武门 这个门是不是玄武门之变的发生地方 答案是否定的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太极宫的北门 政变发生时 大明宫还没有修建呢 不满于批评除了居住环境变差 李渊晚年还是不时要被儿子批评 裴继是唐高祖的心腹之一 两人关系特别要好 武则六年 李渊封裴继为尚书所仆社 赐焰于韩章殿 君臣二人非常高兴 喝着喝着 裴继突然跪下了 请求告老还乡 李渊当场流下眼泪 怎么都不肯 他说 今由魏也 要相信老尔 公为台思 我为太上 逍遥一代 岂不快哉 我们俩可是要白头写 老的 真是一对好机友 然而 一朝天子一朝臣 李世民上位后 裴继这个上皇就臣很快便遭欣喜 李世民把他免官 放回老家 裴既舍不得太上皇 也舍不得离开繁华的长安城 恳求留下 被唐太宗断然欲绝 既功勋庸 安得至此 只以恩责为群臣第一 武则之既祸入功行 既刚紊乱 皆公之有也 要不是太上皇罩者 凭你那点微薄的功劳 哪里当得上在相 后面说武德年间刚计败坏 腐败频发 不仅仅只是对裴继的不满 也表现出李世民内心深处对高祖的不满 身为皇帝 一把手 李渊肩上的领导责任是逃不掉的 回老家没多久 裴继又犯事了 李世民把他流放到靖州 经过两轮打击 裴继心力交瘁 一病不起 而李渊不仅被李世民间接责备 还痛失机友 颇为伤感 贞贯四年 李敬率领唐军大破突厥 生情协力可汗 听闻喜讯 李世民又把太上皇鄙视了 一番 朕温主忧陈辱 主辱臣死 王者国家草创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 称臣于突厥 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致灭匈奴 坐不安息 食不甘位 今者赞动偏师 无枉不解 禅于款赛 耻其血乎 李渊向突厥称臣 耻辱不堪 李世民仅仅在位四年 就把敌人首领给俘虏了 局外人知道了 谁更厉害 一目了然 这番话 唐太宗不仅强调自己在能力上强于高度 也证明此前父皇不改立他为太子是错误的 失败的 五年后 唐高祖驾崩于台安宫垂拱前殿 在他死后的第二年 长孙皇后也去世了 相比之下 李世民更想念自己的老婆 对于父亲则没有多少怀念之意 毕竟一个是梁左 贤后 一个是西路的政敌 为了远眺李权县的昭灵 他在宫里搭写了高台 有一次 李世民邀请魏征一同窍望九宗山 魏征说我看不到 李世民给他指了指 老魏呀 你看到了吗 就在那个位置 魏征冷冷地讽刺道 我还以为陛下思念先父 再远眺县灵呢 如果您像眺望昭灵一样眺县灵 我就看到了 善一期 抗日神剧为什么屡屡出现 火爆的原因是什么 And 坐着高城 一个热爱历史的孤寡老人 喜欢创新 擅长搞怪 今日头条爱地 麦圆居士商务合作 TEL 15117934836QQ 76299396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